把这个图层 新增一个图层之后的话 把这一个选取 你当然这个地方编辑里面 有没有一个拷贝 Ctrl C 或者干脆把这个复制一个图层 复制一个图层 OK 然后拷贝2 三角形2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图层 这两个图层 我们就多一个图层 只是说呢 第二个图层里面的 这个三角形2呢 它的位置 有没有 你把它拉开来 它的位置有没有 就在这里 那实际上 这个图层的复制 只是说它的角度 有没有 角度部分的话呢 这个图层 角度如果要转 把它转30度 有没有 因为总共有12个 那我把它怎么转换角度 特别注意 你可以记一下 就Ctrl T 就刚刚这个 在那个变形这个地方 任意变形这个地方 那我建议你可以把它记一下 点一下这个图层 按Ctrl T Ctrl T Ctrl T之后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把它做一个旋转 那你可以从哪边开始做旋转呢 从这边有没有 上面有一个角度 你可以把它输入到30 有没有看到 按打勾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移动过来 就多一个 对不对 那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还要再转过来一个 你可以把三角形2 再把它怎么样呢 再复制图层 再增加一个 然后这边就三角形3 OK 那三角形3之后的话呢 这个图层 如果还要再把它搬到旁边去的话 一样的方法 把它移过来 那角度 角度要再转 再转30 所以呢 Ctrl T Ctrl T之后的话呢 你就再把角度怎么样 再增加多少 30 有没有 然后按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把它搬到这边来 OK 好 那依此类推 通通都填满了 了解意思吗 我想这里的话呢 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图层没有用的呢 就搬到垃圾桶 放开 这个图层就不见了 123 一直到 总共会有12个的话 那就可以把这个国灰的光芒 把它做出来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